女人由于肆意消费的习惯 被各大公司取消了信用卡的申请 她不得不来到最后一家 这里也许能申请办理 福利问起对卡的了解 琳达一无所知 只是知道能够信贷 福利说起持有卡的要求 因为人们无法在现金的基础上生活 所以他们向无法获得信贷的人提供信贷 也就是最后的信用卡 正因为如此 公司会有一些奇怪的要求 在使用信用卡付款后 需要7天内支付最低金额 时间确实有点紧 但大多数持卡用户并不介意 这只是很小的百分比 却有着严厉的处罚和服务表 详细条款都在卡片夹子里 琳达看都没看 直接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福利递出一张黑色信用卡 她终于能再次消费了 此时琳达正准备着晚餐 布莱恩刚好赶回家里 由于对猫咪过敏 埃文连忙抱着波西到屋外 这时她看到了桌上的香水 琳达刚给自己买了一份小礼物 看到那张信用卡 她又在提前消费 琳达不想因为这个争吵 她劝告尽量不要使用 琳达无奈答应下来 时间来到一周后 琳达呼喊波西回来吃饭 但没有得到回应 她还以为是儿子把猫放了出去 凯文却疑惑什么猫 琳达说起毛茸茸的短脚波西 气氛顿时变得诡异起来 布莱恩让孩子们先去睡觉 随后不解猫是怎么回事 大家都知道她对猫过敏 孩子喜欢也不能买 眼见丈夫不相信 还想让她看看门廊的垫子 可那里却空空如也 琳达看着她惊恶的眼神 以为这是某人开的玩笑 连和孩子们整骨的恶作剧 可布莱恩根本没有这么做 这天他们来选购新的冰箱 琳达当即拿出信用卡支付 布莱恩以为妻子想要养猫 他们可以在路上买一只 琳达感到烦闷 明明两天前就买了一只猫 现在却坚持认为 从来没有养过 她不想继续谈论这场恶作剧 布莱恩只好不再提起 这时男人表示 信用卡有点问题 要到办公区细谈一下 信用卡公司拒绝批准购买 琳达不解释什么原因 只好拿起电话交谈 很快交易顺利完成 冰箱会在七天内送达 原来是琳达忘记支付第一笔消费 账单被当作垃圾扔掉了 布莱恩这才得知一周一复 这次又属于超前消费 他们没有那么多前付账单 琳达却认为一定有的 只要两个人齐心协力 布莱恩脸色难看起来 这不是好主意 但家里都由妻子做主 自己插不上什么话 在把屎库比赶下床后 琳达给儿子盖好被子 家庭充满了温馨 而另一边的信用卡公司 福利接到通知电话 琳达的账户再次逾期 他们只好行驶必要选项 琳达对此毫不知情 她正使用着新买的冰箱 闻了闻剩下的肉 随即呼喊儿子进来一下 埃文问道怎么了吗 琳达想为屎库比准备个汉堡 最好先把他带到门廊边上 埃文满脸疑惑什么狗 琳达脾气瞬间上来 不要再玩游戏了 小儿子不会骗人 打开橱柜 发现狗粮凭空消失 他急忙出门呼喊屎库比 但依旧没有任何回应 琳达不由感到毛骨悚然 这到底怎么回事 布莱恩决定好好谈谈 孩子们被吓得不敢说话 家里从来没有猫和狗 他能理解照顾三个孩子 会有负面情绪 发生了奇怪的事情 但没有到严重的地步 布莱恩只好不再多说 这时他发现了冰箱的账单 已经逾期一天了 妻子怎么没在一周内付款 琳达觉得那三天算是周末 他们不能这样算时间 他还打算明天在外面吃饭 顺便看看新车多少钱 可家里完全经不起这么消费 见妻子还不听劝 布莱恩愤怒转身离开 琳达还是不知悔改 第二天回家的路上 车子突然传来一响 紧急停靠路边 发现引擎盖里冒烟了 等拖车赶到时 被告知维修和人工要300美元 但包里只有12美元 男人当即让同事把车放下 琳达想到还有信用卡 男人这才继续同意维修 另一边福利再次接到电话 信用卡逾期仍在使用 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只好再次执行回收 琳达回到家里 探倒在沙发上 车子一整天才修好 随即问起孩子们睡了吗 布莱恩疑惑什么孩子 琳达瞬间瞪大双眼 他急忙上楼推开房门 原本的婴儿房全变样 另一个房间同样如此 完全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孩子们消失不见 他不解妻子在说什么 琳达终于绷不住了 布莱恩觉得他精神出现问题 正想去拨打电话 琳达急忙将他拦住 自己明天早上会去看医生 随即让丈夫先去休息 自己要单独冷静一下 布莱恩答应下来 琳达见他离开后 迅速跑到邻居家询问 可结果依旧是自己没有孩子 琳达崩溃地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直到发现钱包里的卡片 他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此时他来到了信用卡公司 玻璃后面出现孩子们的身影 琳达急忙上前 疯狂敲打玻璃 埃文显得格外冷漠 随后带着弟弟进入支付房间 琳达被保安连忙拉开 府里将他带进房间 他们早就拿走猫和狗 但他还在继续逾气信用卡 所以只好将孩子们拿走 由于经验矩阵技术 其他人不会拥有这段记忆 琳达崩溃大喊 孩子们会在更好的环境里生活 不需要操心之后的事情 在他不负责任的签下 没看过的合同时 就已经失去这个身份 琳达急忙表示 要把孩子买回来 他还有一张共同支票账户 应该足够抵清信贷 福里满意地点了点头 如果这张支票不能付清 将会有另一次处罚评估 琳达表示不会再有问题 随即连忙往家里赶去 而布莱恩正插着腰站在原地 银行刚刚给他打来电话 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情 不和他商量一下 琳达瞬间感到不妙 琳达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 他还想和福利谈谈 可车子直接原地消失 琳达急忙往屋里跑去 刚拨通电话 餐桌跟着消失不见 等他往墙上看去 布莱恩也从身旁移除 琳达彻底绷不住了 屋子里所有东西逐渐消失 那张黑色的信用卡掉在地上 他还想从柜子里取出剪刀 时间已经来不及多想 琳达对着他用力一剪 卡片彻底失去了作用 这意味着单方面毁约 整栋房子和人一起消失 只剩下那张黑色的卡片